华联县政府致力提升权林族群的生活品质 针对公园和活动中心 增设了运动器材等政策来进行限地会刊 县政府鼓励各个乡镇发展更加全面的运动及休闲设施 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健康和娱乐需求 因此也特别南下到了副理乡来会刊 对于村长们特别提出当地对于增加运动器材 还有老人健身设施的需求 县政府也会协助乡公所来改善 花莲县政府致力提升权林族群的生活品质 针对公园跟活动中心增设运动器材等政策进行限地会刊 县政府鼓励各乡镇发展更全面的运动与休闲设施 以满足不同年龄层的健康与娱乐需求 特别南下来到布里乡限地会刊 打造花莲县是全民的运动场还有健身房 那我们也鼓励在各乡镇无论是公园或者是活动中心来建制我们的运动器材 首先是东里国中了解校内设施以及风雨球场新建工程计划 并且依序前往东里村的活动中心 复理老人温康中心 乡民运动修气场所 永峰村以及民里村活动中心 表达对地方需求的关心跟支持 那由复理乡公所还有村长都有提对于我们的运动器材 对于老人家的健身的部分都来做设施 那另外对于其他的硬体设备的设施设备 为了因应多元的人口组成特性 打造多功能不合适的议文中心 复理乡公所争取行政院补助经费 推动复理乡多功能中心诊件的计划 两年共计新台币3600万元 协助复理乡公所大力促成计划 让复理乡亲拥有舒适美观的休闲议文活动攻坚 记者高松双复理乡采访报道